从世界杯出局后,巴西媒体开始秋后算账, 头号球星内玛尔首先动枪, 在环球体育向近30万人参与的民地调查中, 有56%的球迷不满意内玛尔的表现, 作为巴西镇中最出色的球员, 内玛尔在这届世界杯上似乎只给人们留下了爱出风头, 爱甲衰的糟糕形象,热苏斯的世界杯, 但是内玛尔并不是背对的最厉害的, 毕竟他还为巴西打尽了两球, 而身穿879号战袍的热苏斯却度过了一届碌碌无为的世界杯, 作为蒂特手下的绝对主力, 在五场比赛中都首发出战的他零进球, 只送出了一次助攻, 这样的表现绝对是难以让苛刻的巴西球迷茫满意的, 热苏斯将继续去刷油漆, 热苏斯是被人熟知的励志哥, 四年前的巴西世界杯, 他还在街头刷油漆, 但四年后却能以巴西主力前锋身份征战世界杯, 在世界杯前一场热身赛场, 热苏斯在对阵德国的比赛中, 打进制胜进球, 一度被捧为巴西的英雄, 有人吐槽表示, 踢完这届世界杯, 也许热苏斯只能接着去刷油漆, 巴西九号里应进球如麻, 的确, 热苏斯被认为是新罗纳尔多, 他也翻上了外星人的九号, 但罗纳尔多在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, 用八个进球, 将巴西戴上了冠军宝座, 而同样穿上九号战袍的热苏斯, 却在俄罗斯一球未进, 也难怪会有83%的巴西球迷, 认为热苏斯是巴西队史上最差九号, 迷失的热苏斯, 当然, 热苏斯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佳, 有极客观原因, 巴西并不围照他来踢, 相反他需要在前场不断穿插跑动来为内马尔, 库丁尼要来扯出空档, 不过作为巴西的主力前奉, 热苏斯交出零进球的白卷, 还是让桑巴球迷们难以释怀, 他在巴西阵中还会有未来吗?